第四个部分 我们剪好的影片怎么样去上云端 那字幕的部分是在云端才去上字幕 好 我们来大概说明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会 先把你的影片 在YouTube里面去上传 然后设定公开 然后同时呢 在上传的过程中 你可以去使用那个 翻译字幕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影片 然后让 让这个程式去帮你产生你所需要的字幕 然后等你的YouTube影片上完之后 你在影片里面可以去新增字幕 然后新增的字幕就利用刚刚这个程式所产生的标准字幕档 直接汇入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来 演练一遍 演练一遍 好 首先我们先去YouTube上传你的影片 好 所以在 在YouTube里面呢 请各位就到你的自己 到自己的Google 然后进YouTube 然后这边有一个增加影片 你就点一下影片上传 切换到上传的画面 然后把你刚刚录好影片的这个地方 就把他直接拉进来 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呢 他会让你输入那个相关的影片的说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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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下一步 然后这个要回答 是为儿童打造的影片 这样儿童就可以 小朋友就可以搜寻得到 然后直接都按下一步 然后公开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会需要一点时间 去做上传的动作 他会开始慢慢把这个影片上传上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部分 要去装这一个程式 Python Transfer Screeper 这个程式在哪里 你可以用关键字去搜寻 你也可以到我的网站上 刚刚说在右边连接区 这边教学研究资讯工具 这边有一个Python Transfer Screeper 影片转字幕 这个请你把它点进来 然后这边会有很多版本可以选 请你选Windows的版本 Protable是免安装版 然后这个Installer是安装版 就请你把它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好装好之后 来我们把它打开 装好之后 它的捷径会长这个样子 就把它点开 好 点开之后 好 点开之后 直接去选你刚刚剪辑好的影片 好 剪辑好的影片 然后按开启 然后这边请你翻译的语言 就选繁体中文在最下面倒数第二个 然后直接按产生就可以了 那十几分钟的影片 它大概应该两三分钟以内 就会处理完 所以速度很快 好 那这个它就会帮你转出字幕档 跟纯文字档两种 好 那这个是现在很棒的工具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用这个程式去自动产生字幕 它会自动辨识 那这唯一的重点就是 你的录音的品质要很好 你的录音的品质要很好 好 它已经做完了 所以你看速度很快 一分多钟 它做完之后 它产生两个档案 这个是纯文字档 那我的习惯会稍微看一下 然后把那个不太通顺的 稍微修一下 那你也可以上YouTube之后再修 好 那我这边就先不修 好 好 那这个就把它存档 那它会存在哪里 它应该会存在 它会存在你的桌面 所以你这边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要存在哪里 好 我现在把这一个 刚刚两个 这一个是标准字幕档 我要用的是标准字幕档 所以我把这个档案直接存到我同一个资料夹 好 存好之后 这个就可以不需要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YouTube这边 上传 应该已经 还没完 还没完 好 所以我们待会呢 好 现在你的YouTube的影片已经上传完毕了 然后它这边也处理完毕了 那我们就把影片点开 点开之后呢 在左边 左边这里会有一个字幕 有一个字幕 那请你点一下字幕 然后你的影片的字幕呢 一开始就是不会有字幕了 那这边有一个启用影片社群协力翻译的功能 这个可以建议各位可以打开 那就是如果对你的影片有兴趣的人 他们会帮你做翻译字幕的工作 好 那我们的重点是在这边 在字幕这边请你点一下新增 然后以前我们是自己去慢慢建立字幕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产生那个字幕档 所以我只要在这边上传字幕就可以了 所以我点选上传档案 好 然后直接选字幕档 选择档案 好 那刚刚你的字幕是这一个 SRT的档案 你也可以到你刚刚存档的那个地方去选 这个SRT的字幕档 好 按开启之后 上传之后呢 他就会把字幕直接把时间都套进去 那套进去之后 好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你去一边播放 那线上课程的制作呢 我们一边检查这一个字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四个部分大概就是一边先检查 一边播放一边检查这边的字幕 那如果你觉得那这边有部分呢 有不顺的字呢 你可以按暂停 然后在这里直接把你的字修一下 比如说最迟把它拿掉 然后再听一遍 设备跟脚本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有整句翻错的 就直接修正一下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你的录影的部分 你看他大部分其实都会 第三个部分 麦克风品质好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会翻译得很好 你都不用再去做 最后一个部分是上传云端 准备课程网站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来 时间也都帮你安排好 那如果说你觉得 比如说这个字幕太早消失 那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把它拉大 好 那这样子它就会 时间会拉得更久 所以这是调整时间轴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来 来说明 好 那如果最后都好了呢 最后都好了 直接按这里的发布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字幕就会 就上完了 那在YouTube里面上字幕的好处很多 很多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看影片的时候 因为你字幕已经自动上了 所以它就会自动出现字幕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字幕这边 可以不要 选择要或不要 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先检查你的设备 然后重点是 如果你是在YouTube里面上字幕的话 那第二个部分呢 在这里可以选择自动翻译 录影的部分 字幕你可以选一个部分 不要自动翻译 然后第三个部分 然后看你要翻译成什么文 比如说 录完影之后要做法文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选法文 很神奇的这边 你看 字幕就帮你自动产生了 所以你就完全不用再 再去懂各国语言 第一个部分 就是各位的课备 所有的课备都可以帮你翻译 我就不说了 很棒的功能 所以建议各位来这里 自动上字内 想好要录什么样的课 好 那在录制的部分呢 我们的电脑的需求 以上是 就是你的荧幕解析度 影片上传跟上字幕的部分 1080P